当时间进入到1927年之后 国民党和共产党 事实上都放弃了苏俄的十月革命模式 清党之后的蒋介石 坚决地拒绝了苏联的援助 重新回归到了军阀体制 军阀的特征 就是一本派系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诉求 国家的利益要放在第二位 蒋介石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黄浦军阀投资的标签 黄浦军校校长 才是他最值钱的身份 也是确保他一辈子位于权力顶峰的身份 蒋介石必须优先确保黄浦军阀系的利益 纵容他们滥用权力肆意贪腐 并因此无法进行权力架构方面的任何调整 因此也无法建立真正的全面动员机制 这种情况 跟当初袁世凯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而在共产党这边 他们也无法再复刻十月革命模式 在蒋介石已经有了充分警惕的背景下 即便苏联真能拿出足够多的钱 中共也不可能再偷偷摸摸地建立起 数以万机武装力量 更不要说夺取关键性的节点城市了 十月革命的这一套 已经被蒋介石玩透了 中共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 摆在中共面前的 只剩下一条路 武装起义跟国民党进行正面的武力对抗 而这就意味着一件事 中国革命的走向 自此就完全脱离了苏联的掌控 将要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路径 南昌起义于1927年8月份打响 规模浩大 积蓄了共产党人最精锐的军事和指挥力量 总兵力约两万人 起义部队短暂地占领了江西南昌 然而在当时来说 江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过于重要 国民革命军正被靠着江西 于江浙万一带跟北洋军阀打拉去战 现在后院起火 真是孰不可忍 蒋介石和汪精卫火冒三仗 立刻调动主力部队前来扑灭起义军 起义军当然无从对抗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 于是起义很快就被扑灭 起义军四分五裂 其中一部分由朱德带领 从江西辗转向广东方向逃亡 到了12月份 在广州 趁着当时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闹分裂的机会 中共又发起了一次自杀性的小规模起义 起义仅仅坚持了一天 就在国民政府主力军的反击之下 被打得全军覆没 其中有几百人往北逃到了江西和广东交界地区 遇到了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的残军 不过两边会合之后 还是只能东躲西藏 举目接地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未来之路在哪里 革命的新模式到底是什么 成为了摆在中共面前的核心问题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接连失败 验证了一件事 在这种节点性的大城市 刚刚建立的红色军队根本就站不稳脚跟 也绝不可能跟国民政府的主力军队相对抗 红色军队需要一个长期淬炼的过程 逐步成长的过程 直接跳出来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对抗 是绝不可行的 这只会将中共长期积蓄的骨血 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消耗完毕 并且更麻烦的是 中共在组织架构上 也完全没有为全新的战争形式做好准备 在1927年4月11日 蒋介石发起青党行动前一周 中共的两位书生领导之一 北大教授李大钊就已经被北洋政府逮捕 并在4月底以叛国罪被执行死刑 事实上 身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居然常年定居北京 远离在南方的中共核心组织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要知道 当时根本就没有及时的信息沟通手段 长途电话这玩意还不存在 远距离通信 靠的是效率低下的电报和邮件 一个以推翻北洋政权为目标的政党领袖 非要待在敌人的大本营北京 使用不靠谱的遥控手段 管理日益繁杂的政党事务足足六年 真不知道当时的中共的整个领导团体 是过于幼稚还是过于愚蠢 从后来北洋政府公布的李大钊教授 与苏联之间相识的资金往来记录 和会面记录来看 这些材料必定是来自内部人的出卖 而绝不可能是来自所谓的现场搜查 李教授即便是再幼稚 也不至于在家里堆上几年的密谋档案 至于出卖李大钊教授的 到底是当时已经撕破脸的同盟国民党 还是干脆就是无法容忍 这次再犯傻的中共党内同志 这已经是历史的谜团 估计永远都不会再有答案了 目睹李大钊横死的另一位书生领导陈独秀 吓破了胆 他在中山剑事件之后 就已经看透了斯大林将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视为工具的本质 因此早就新生推移 李大钊的死更是坚定了他退出的意愿 1927年7月 陈独秀放弃了中共领导人的职务 对于此后爆发的武装起义 陈独秀当然也是毫不知情 局势演变到这一刻 已经完全超越了他关于革命的设想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 关于革命的种种阐述里 革命最多也就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一场宫廷政变而已 双方合起身材兵不血刃 军事力量只是辅助而不是根本 抱着这种天真的幻想 当然不可能再适应形式的发展 到1929年 陈独秀甚至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在全面战争的漫天烽火中 以平民的身份定居重庆 安静地活到1942年 李大钊和陈独秀 这俩不靠谱的书生领导 自此从历史中消失 陈独秀之后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换 张国焘先主持了几个月的工作 然后换成瞿秋白又主持了几个月的工作 1928年7月 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之下 再次换成向中发这位充满了争议的文盲 可怜向中发工人出身 自都不认识几个 唯一的特点就是老实听话 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军事革命 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最高权力 由李立三掌控 1931年6月 向中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国民党也没什么兴趣 给这位人兄留一条活路 当天晚上他就被枪毙了 在之后 王明又短暂地担任过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混乱的人事更替中 中共中央甚至发布过一个命令 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失败 进行了强烈谴责并撤了毛泽东的职 当然 这些事对于刚刚在井冈山立足的毛泽东而言 并没有什么影响 兵权这种东西 绝不是千里之外的党中央的意志命令 能随意剥夺的 当时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 和摆在朱德面前的问题一样 只有这一条 生存 如何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之下 寻找到生存的路径 而这条路毫无疑问就是中共革命的新模式 1927年9月9日 也就是南昌起义一个月之后 毛泽东在湖南发起了秋收起义 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小 总兵力只不过3000余人 湖南在当时也不算杀战略要地 控制湖南的唐生制 连国民党政府的嫡系都不算 乃是湖南的土军阀 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当一把带路党而已 然而 修收起义军面对唐生制的弱虑 竟然同样也是打不过 想要啃下几个周边城市来补充激阳 一个都啃不下 坚持了十天 起义军弹尽粮绝 士气全无 甚至还发生了内讧 而在唐生制那边 要吞下眼前 这支残兵固然可以做到 但是困手幽斗 真要把起义军逼到绝部 自己也要伤筋动骨 于是双方很爽快地达成了默契 唐生制网开一面 打开了前往江西的通道 在唐生制这边看来 江西军赶到了江西 江西那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云集 此前消灭南昌起义的两万共产党兵马 根本就不费摧毁之力 现在要再消灭毛泽东的这千把残军 实在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根本也没有什么难处 而在毛泽东这边 他已经没有选择继续在湖南好下去 只能是全军覆没 于是他整顿残兵 撤往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井冈山地区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手上 只剩下一千人的败兵 武器匮乏 士气低落 毛泽东的办法 是完全抛开了书本上的先进革命理念 回归到了中国古典造反模式 直接进山当土匪 他首先勾搭了井冈山当地的土匪武装原文才和王佐 以毛泽东当时的段位 要忽悠这两个毫无见识的土鳖 那真是手道青睐 毛泽东随随便便就把这俩虎忽悠成了党员 过了两年就找了个借口 把这俩给枪毙了 这就算是抢到了土匪的地盘 至于收入来源 当然也还是土匪的老一套 勒索当地富商 收购路费和保护费 但是这并不足以确保生存 好在1927年底之后 蒋介石一边专注于北伐 一边专注于跟汪精卫抢权 至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地区 贫瘠不堪 也不靠近任何大城市的节点 实在是没空关注 对毛泽东来说 这真算是一件幸事 毛泽东就此开始了一项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 以政党的名义 动员基层农民 消灭乡绅阶层 实现对底层的全面动员 1928年年初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边沿地区 做理解土地改革试点 试图发动当地农民斗地主 结果不是很成功 当时毛泽东手里的兵力过于弱小 还不足以动员起足够的民意 好在到了四月份 朱德终于率领南昌起义 两千余残部 以及湘南起义的八千农民军 到达井冈山 尤其是南昌起义的两千残部 从1927年八月起义失败以来 边打边撤 大半年下来 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 竟然打成了一支精兵 在他们之中将会诞生无数名将 这其中就包括了日后中共的三大战神 林彪 素玉和萧克 拥有了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后 毛泽东再次推动土改 这次他终于取得了成功 他将所有土地一律没收 然后进行统一分配 获得分配后的农民 只有使用权 不得买卖 并承担向根据地政权 直接缴税的义务 香绳阶层 自此被直接消灭 根据地政权 拥有了直接面对千万农民的权利 这个政权能轻易剥夺农民的田地 当然也拥有了趋势制下的 每一个农民打仗的权利 这种动员能力 远远超出了中国此前的所有朝廷 并因此具有了极强的战争能力 这个小小的井冈山根据地 将能够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 对抗国民党的围剿 并发展成强大的中央速区 1928年12月 毛泽东将其土改经验总结提炼 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请注意 这是共产党人制定的第一份成熟的法律文件 针对土地问题优先立法 自此称为共产党的惯例 到红色中国建政之后 第一步法律是婚姻法 第二步就是土地改革法 冥冥之中似有天定 在毛泽东完成井冈山土地法 建立起严密的底层总动员机制的同时 蒋介石也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1928年6月 凤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死因存疑 事实上 当时的凤系军阀早已经走投无路 苏联和日本都将中国东北地区 视为囊中之物垂涎于地 张作霖原本的策略 使联合日本对抗苏联 但是到了1928年 日本的胃口已经不仅仅是获得拘留权和驻军权 而是要实际的获得领土了 而这件事 张作霖根本就不可能答应 至于苏联那边 远东军虎视眈眈 边境上的小规模武力冲突 每天都在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 张作霖还在跟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内战 实在是有心无力 张作霖在种种逆境之下艰难应对 勉强维持住了缝隙的独立地位 在他死后 败家子张学良根本就不可能承受这种全方位的压力 仅仅只过了半年 1928年12月 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致 承认东北地区并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北洋政权自此从历史上完全消失 而蒋介石就此在名义上完成了统一 当然 与此前的北洋军阀一样 蒋介石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统一 他定都南京 权力覆盖范围仅仅局限在几个节点性的大城市 尤其是长江沿线的几个大城市 并且都需要驻守重兵 才能维持住权力的运行 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 蒋介石的权力根本覆盖不到 也收不到一毛钱的农税 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将历朝历代最关键的农税 完全留给地方割据势力 让他们自己收自己花 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关税和商品流转税 也就是各类商品进出上海这个远东贸易中心 并在长江沿线进行商品运输和买卖 必须缴纳的税收 这部分的税收 占到了国民政府收入的八成 并且最搞笑的事情在于 即便是商品流转税 国民政府依然无法做到直接收取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 将这项税收外包出去 交给当地的各类黑社会组织屈收 收少了由黑社会补上 收多了就是黑社会的利润 这种搞法必然催生出整个政权系统的集体腐败 当然 这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没有任何底层动员的能力 到了这个时候 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北洋政府既然已经被消灭 苏联拔出了心头之词 就没有必要再容忍蒋介石 可以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直接翻脸了 而井冈山地区的毛泽东居然成功地站稳了脚跟 并且还有了扩张知识 这就有了继续投资毛泽东的必要 这个时候 井冈山根据地的日子过得还挺尴尬 经济问题固然通过土海解决了 但是军事问题很难解决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 上万人的军队 每人开一枪就是一万发子弹 兵工厂这种东西 在贫瘠的井冈山地区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现在苏联人终于重新看上了井冈山 各种军火援助立刻就来了 毛泽东和朱德当即就松了一口气 开始发动扩大根据地的攻势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 要将苏联的军火运到 被重重包围之中的偏远的井冈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炯明改组后的鸿门志工党 对此做出了卓越贡献 鸿门原本就控制了大半个南中国的商务 运军火本来就是人家的本行 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就要为孙中山当初的背信弃义 屠杀鸿门子弟付出代价了 从1929年1月开始 毛泽东和朱德就开始了扩张战争 轻易地击败了国民政府驻守江西的杂牌部队 到1931年1月 短短两年时间 小小的井冈山根据地 已经扩张到了整个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 总兵力达到了4万余人 用的全都是精良的苏职装备 井冈山根据地 自此升级成了中央苏区 面对这样的局面 无论蒋介石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都必须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 腾出手来 开始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 中国历史自此走入了两党争霸阶段 一方是受惠于军阀体制不得施展的蒋介石 另一方则是拥有了极致底层动员能力的毛泽东